首先我們還要對近縣的國民表達我們的歉意 因為昨天在晚上7點到24點 近縣了9721通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量 所以他整個的硬打率則達不到三成 哎呀 1922 會被民眾打爆 一切都是因為桃園醫院群聚感染事件持續擴大 指揮中心周日公布新增了兩例感染原不明的個案 恐怖的是這兩名個案是層處在12樓綠區的病患及家屬 出院後卻被採檢出陽性 因此指揮中心決定把全院都升級為紅區 並要求1月6號到19號 呈住院陪病及同住者 月5000人得進行居家隔離14天 而這也是疫情爆發以來最大規模的隔離 消息一處讓不少人驚慌失措 不確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要被隔離 只好瘋狂達到1922詢問 指揮官陳時中今天表示 上午1922專線的人力已經有增加到213人 下午應答率有望可來到90% 今天到上午總經線有9426通 那這時候應答率已經比較高 到達51%多 我們在下午大概應該把這個應答率 都會回復到90以上 不過看到大家對於這次居家隔離人 有許多疑惑 陳時中也在疫情記者會中 請自為大家解答幾個被問到爆的問題 還有疑慮的民眾不妨先看看 再撥打1922也不遲 這次需要被居家隔離的對象 是1月6號到19號 出院的病患及其同住者 悲病者及其同住者 以及案889就醫時相關的接觸者 不過有不少人反映 到現在都還沒接到居家隔離的通知 那該怎麼辦呢 那居家隔離比較晚 那這兩天我們就陸陸續續的會給他們 那還沒有接到我們的通知的時候 請暫時不要離開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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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等候衛生人員的通知 那如果接到衛生人員通知 需要居家隔離 請你一指示完成14間居家隔離 其後續的採檢 並進行後續7天的自主管理 至於有些人還搞不清楚 如果被通知到要進行居家隔離 那到底需要在哪裡隔離 基本上在自家進行居家隔離 以一人一室 且含專用衛浴設備為原則 那如果全家均需進行居家隔離者 就不在此限 要注意的是 全家一起進行隔離的話 必須常消毒共用區域及衛浴設備 就餐時全程佩戴口罩 用餐時建議分完菜再進食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以上幾點 建議入住防疫旅館 或向衛生單位定期中檢疫所 來進行隔離 另外如果你是在1月6號之後 有到過桃醫門急診就醫 或是陪同就醫 則是要進行14天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得要注意 除了每天要早晚量體溫 外出時也要全程佩戴口罩 而且要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與人保持社交距離 有出現症狀記得要撥打1922通報 至於這隔離的天數 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陳時中也直接解釋給大家看 大家不要再搞錯囉 以最後的接觸日那是第0日 然後以後加14天 那就是居家隔離日 那第15天到第21天是健康 健康自主管理日 所以1月15日出院 那居家隔離到1月29日 健康自主管理到2月5日 大家沒有看不見 我早就很親密 бо